我子儀在這個五一節假期,子儀居然逮到一對小情侶,五一節快樂圖書館雙排,遇到我,那你這局肯定是UFO,看局送他們第一名17殺,而且這局還有一個老弟主動對我示好,我很是疑惑,估計還是子儀的小迷地,等我們聯手小迷地跟對面的情侶展開作戰,這局還要加大難度,我們要挑戰18連擊 一次也不能掛掉,看左邊戰存率,待會必定是18,結果這局遊戲還沒怎麼打,對面第一名怎麼就來投靠我的,估計這個人是假投降,實際上是想用他的鐵鍋來偷偷敲我,金城所至金史未開,你再來投靠,我再想一想,是否要接受你的投降 對面這對情侶整局也沒什麼特別精彩的操作,他們應該是一對萌新,對說對萌新還是多一點呵護和關愛 對這一局下手一定要輕一點,大家遇到這對情侶也一定要善待他們了,畢竟萌新玩遊戲都不是特別容易的 這小老爺好像真沒敲我的意思,但我還是要給你一槍 這樣告訴他,圖入管模式水是很深的,人心又是變幻莫測,你把握不住啊 終於終於在這個時刻,對面的過來是按捺不住了 就像過來用他的鐵鍋,置我無力於死地,趕緊划斬拉開距離 再划斬,這一鍋沒敲到,那這一局你應該是失敗了 只有一把R4我也能絕地反擊,這局手感真的是拉慢了 要是這一局能夠拆走對面情侶,拿個十八零機記得點贊關注支持一下,好嗎 圖書館再說一遍,ZE是專業的,飄酒壓打出機關槍的射速,拿到鍋,注意觀察 ZE在這邊蹲一下,發現了對面那位妹子呀,來吃小仙女一鍋,背後直接拍倒啊 十八零機挑戰成功,為了防止,有人說ZE是情演員 打完看一下加不加經驗值就完事了 啊